台上这群热情舞动的长者 平均年龄超过60岁 他们是新北市乌莱区 勒林学习中心成员 乌莱区第一间勒林中心 11号在乌莱国中小正式接牌启用 今年高龄66岁 参加书法课的学员相当兴奋 强调自己因为学习年轻了好几岁 很棒啊 年轻了10岁了 你看我书法从来都没写过 这么一写 王老师叫做好棒 多多少少有懂一些些也会写的 只是说写的不是很漂亮 因为他们平常都在家没什么事 我觉得新北市开这个乐理学习中心 对我们部落的老人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因为有舞蹈 就是都是那个年龄阶层的舞蹈 还有那个像书法 还有一些烘焙之类的一些课程 我觉得部落的那个反应都很好 乌莱区勒林学习中心成为55岁以上 高龄长者学习据点 有书法 烹饪 电脑及运动等课程 乌莱国中小也会跟当地社区发展协会合作 配合长者需求接续安排不同课程 课程是每一堂 每一门课有八次的课 那八次的课上完之后呢 我们又会有其他的课一直接地上 所以不是同时上六门课 而是接着上 这样子让这些老人会慢慢地越聚越多 那我们都希望 这个长辈在这边能够快乐地学习 越学习就会越年轻 越学习就会越健康 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 那我们这些所有的勒林长辈 我们大家快乐地学习 让新北市今天真正达到区区有勒林 勒林今天在乌莱开学了 乌莱区勒林学习中心成立之后 新北市正式达成二十九个行政区 区区有勒林的目标 期许未来更多长者都能够在地救养 健康乐活 记者 新北市乌莱采访报道